你不用去管外资的空单 其实可以赚更多 欢迎来到理财 各位表现 你投资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Bella 让我们欢迎特别来宾 李春生分析师 欢迎李欧 大家好 我是李欧 李欧老师 台股上周大跌了811点 周线再度由红翻黑贵买指数 更积跌了3.7% 我们录影的现在 台股有稍微的收复师徒 根据统计1987年以来 台股11月上涨的几率是高达61%的 但是今年11月该不会就是剩下那39%吧 好的 那我想 从台北股市过去38年的统计经验 其实11月份还不是台股上涨几率 最高的月份 因为上涨几率最高的是12月份 这是从统计的数字 那你看到外资的空单 四五万口 但是你要知道 外资的期货空单 它只是一项工具而已 因为外资手上掌握的 还有融券 借券 选择权 债券 各种的这个产品 所以你不能只看外资的期货空单 这一项数据就来决定台北股市的多跟空 更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在一整年当中 11月份 12月份 是台股上涨几率最高月份 对 可是平均的涨幅是百分之二点三八 而隔年的就是每一年的一二三四月份 上涨几率都大于下跌几率 其中二月份就是农历过年前后 上涨的平均涨幅达到百分之三点九% 是全年上涨几率最高的一个月份 所以你不用去管外资的空单 你就感到很害怕 简单来说 11月它虽然会涨 但涨的根本就不多 我们可以期待二月 应该是说 11月份上涨幅度 已经是全年里面算表现的还不错的 因为九月十月是最惨的 可是真正让你感到可以期待的 是在隔年的就是每一年的二月份 它上涨几率是最大的 二月还有情人节 刚好股市赚钱之后可以买情人节 可以送礼物是吗 对可以送礼物 那你要好好的跟你男朋友说 叫他多买一点股票 好没问题 好接着还是第二题 明天是11月20号 就是星期三 每个月一次的台指期跌算 离合法老师刚刚有说 现在外资近空单是高达45,000多口 那外资的避险心态相当的浓厚 昨天外资跟自营商卖钞都超过了百亿 债势也可以说是一卷不正 外资想要避险 那投资人 我们投资人也想要避险 那该怎么做呢 好的 投资人想要避险 既然是避险 你买股票是不是做多 对 避险你就要放空嘛 要嘛 你就是跟着外资一起放空 期货 但是我个人是不建议这么做 我的做法是什么 选择好的公司 只要这些公司基本面没有任何改变 我就是暴饶股票 有下跌的时候我就加码就好啦 我何需要杀进杀出 因为你股票杀进杀出 看现行 这个破现了你就砍 然后转强就追 一直不断杀进杀出 一直不断的停损 那这样子对你而言 这个操作的绩效 跟我们长线持有buy and hold的 这个策略来比起来 其实buy and hold你可以赚更多 那老师 你说好公司好股票 你可以帮我举例一下 其实在每个月公司不是会公布 这个营收数字吗 那当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或是市场不看好 特别是9月10月 这个市场不看好 那大家很悲观 你可以去看9月10月月营收数字 创历史高的 而且毛利率跟营业净利率 也双双创历史高的 这样子好公司 就是可以买起来啊 对不对 因为别人不看好 可是他能够三绿三生 那这个就是特别与众不同的好公司 而且在李友老师的频道 他有非常看好的三党公司 各位有兴趣就可以去看 你一定会得到答案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要读我们的最后一题了 就是MSCI 他在11月7号的时候公布了半年度的调整结果 全球标准指数呢 新增了星象建策两党台湾成分股 而全球小型指数新增了11党的台湾成分股 包含了万润啊台湾精锐 达新材料等等 老师据我所知哦 MSCI调整台股权重可能会影响全球资金 在台股的资金配置 所以在MSCI增减个股之后 会对那些增减的个股走势有影响吗 不是可能有影响 是一定有影响 只要权重增加的 那这些被动式的基金 就是要依照这个权重去做调整 那权重减少的 那股票这些被动式基金就是要扛股票 这是短期的现象 是 但是如果你从长线的角度来看 你要follow的不是这个权重的上跟下 因为这个MSCI 他每一季都会做调整 对 好那可能是根据公司的市值变化 是 可是真正你要follow的是这一家公司 他的基本面 嗯 他的这个产品的组合 是 到底有没有变化 那这一点你要怎么看 除了看公司的营收 看公司的季报 最重要的公司的毛利率嘛 然后这个营业的净利率嘛 这是最重要 EPS多少 对 这个有持续成长 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而不是看这个外资啊 这个法人 他的MSCI的气度调整 毕竟真正了解 我们台湾公司的 是本土法人 对 是投信 嗯 对 所以MSCI 他可能会影响 但是是一个比较短线的影响 调整的当下 嗯 生肖那一天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增加的 他就往上跳 是 那减少的就往下打 但是 后面经过了五天十天之后 是 他还是要follow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嘛 嗯 好 我们谢谢李春生 跟Lio老师今天的分享 想要知道老师更多的资讯的话 欢迎加入老师的LINE AD 还有Telegram 理财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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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欸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